好 大自然的美丽瞬间呢 还有已经陆续来台准备过冬的候鸟 台北关渡自然公园呢 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国际赏鸟博览会 而最令人惊艳的 就是出现了非常稀有的待胜 不过呢 在另外一方面 今年报道的小水压的数量呢 明显减少了 可能跟淡水和流域的生态改变有关 台湾已经慢慢进入秋冬季节 台北关渡自然公园 也因为候鸟陆陆续续飞来报道 变得越来越热闹 除了常见的高敲痕 埃及盛还 这几天出现最罕见的就属戴胜了 它的外形非常漂亮 在台湾很少出现 让鸟友很惊艳 尤其它的罐最为特别 它因为它有一个竖起来的罐 尤其它罐张开的时候 就像花朵一样的漂亮 有戴胜出现 真的是让大家一个非常兴奋的事情 为了迎接候鸟造访 关渡自然公园这两天举行 国际赏鸟博览会 尽管出现了不少少见鸟类 不过11月初 就会出现大量的小水鸭 今年却只有上百只 而整个淡水河流域 数量也比10年前锐减 让专家很忧心 从公园2000年的小水鸭 到上万只 一直到现在为止的状况来讲 去年渡冬不超过3000只 是令我们比较担忧的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食物减少 让小水鸭族群 没有那么大量过来 台北市野鸟学会表示 鸟市环境的指标 不只是小水鸭 连育痕科也有减少的趋势 整个大台北持续开发 加上淡水和湿地面积缩减 尽管水质变干净了 不过以往出现上万只小水鸭的盛况 恐怕已经很难看到了 记得邻亲妹朋友组台北报道